你累了吧 歇会 换上这个小苦力 哈喽大家好 我是邱老师 今天我们要干活了 看看 新式武器到手 我们要拿这个花砖 来做水泥地 现在我们要用 开始搅拌水泥 开始干活了 买了一个模具 这边水泥 我们今天要把 做实验 先把这一块 把它做成几块 看看效果怎么样 我们来试一试好不好 然后正好把这几台水泥用完 开始干活 你说 开始干活 开始干活 再来一遍 开始干活 好我们现在还有四包水泥 看看四包水泥 先把花坛这块做了 来了 又有新式武器 是不是 什么新式武器 哎呀 搅拌水泥的东西到了 好嘞 全家启动手 今天我们来做我们的水泥地 先拿一块做实验 加适量的水泥 这种水泥是调配好的 直接搅拌 搅拌搅拌手 好样子 对把它都搅拌进去 有个边上 对 两个走 对 往下 下面可能还有 累了就换人 实验了好几次 这个浓稠度 应该差不多了 爸爸和哥哥在弄石子 嗯 好前 是啊 前面这一块呢 前面这一直想动手 把它弄一下的 一直没弄 天气凉快了 先从花坛这边入手 好 看看石子来了 先用石子打底 然后再浇上水泥 看看效果如何 先弄这一块 开工 再实验第一块 底下先铺了一点石子 然后往 好 这里面倒水泥 填满 嗯 好 好 信仪来 拿这个 把它抹平 看看第一块能不能成功 好够了 因为那边弄过去就够了 哎 不要了 好 信仪 上 对 把它弄过去 对 把它填平 把它填平 对 把它填平 看看 看看 第一块 磨好了 等它们捡点鹅卵石过来 来装饰一下 好 你来摆吧 按下去 不一定要按这个顺序 就随便放 我就想 你就想好好心心想 你 想 这个有点好 期待第一块做出来的效果 小朋友在上面放鹅卵石呢 你看 看看第一块已经母鸡拿下来了 是这样的 等会中间填缝 知道吗 哇 还是很不错的哟 中间浇水泥填缝 它就会很好看 yes 成功了吗 成功 成功 不是可以 哇 这样铺起来 太漂亮了 看成功了 像面包一样 是不是 妈做一排就好看了 几块面包 漂亮 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块面包 三个人合作 加水泥搅拌 然后加水 现在 对 现在准备做第二块了 今天把这 这边这一排先做完 现在浇筑第二块 别想吃了 用水泥擦 下一代水泥做了两块出来 好 马上把它抹平 用水泥 在门口这 做点花砖 买的模具 做好一块 这是第二块 好 继续第二块 然后再放鹅卵食 然后今天我们的目标 是把这一条 估计要做六块 还有 你看这鹅卵食 听到了 应该是很好看的 不用自己 不用去买那种花砖 自己做独一无二的花砖 继续搅拌 这水泥继续搅拌 我们今天目标就是 把这一条先做完 工程浩大 还有这边都要做 我们的目标是 把前面这一块全做了 我的天呐 感觉不知道要做多久才能做完 但是今天有一个开头了 妹妹我们已经做了几块了 四块 你看还是很漂亮的 对不对 这个脱模 快了 今天的任务即将完成 还有大概还有两块就够了 好继续搅拌水泥 搅拌 这两个小朋友真是 今天真是出大力气了 这上面的鹅卵石都是他们铺的 这样就非常非常的漂亮了 好 现在差不多干了 我们要把这个模具给拖下来 看看 你评手 先把他轻轻地挑一挑 挑一点 然后 好 轻轻地挑挑挑 好 轻轻 等一下 不然把手搞坏了 好 好 给你丢走 给妈妈带手套 这这这 一二七 慢 哒哒哒 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好 搞定 目前做了四块 效果是这样的 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等会儿 再把这边做了 第一步 把这一块 这个正方形的这一块 全部做完 啊 继续继续 还有好的火要干一下 然后现在准备 铺这个拐角这儿 先铺一个L型出来 还有水泥打开 还没用完 继续干活吗 好那继续干吧 休息了一会儿好多了 上次买的水泥 剩了四袋 这是最后一袋了 今天把这四袋 水泥 玩完了 就完成任务了 这一袋还挺重 50磅 50公斤哦 50磅 没有50公斤 50磅 45斤 45斤 49斤 100斤 你就哪弄不动 100斤 放肆 哈哈哈 弄进去之后 就用今天这个搅拌 今天把这一块做完 现在开始这一块差不多了 我们俩脱模 好 看一下啊 轻轻的翘起来 轻轻的 轻轻的 知道吗 放平 一 二 轻轻 看看今天的劳动成果 做了一个L 把花坛这边做了 感觉怎么样 玩水泥 好不好玩 还行啊 再买100袋水泥 把这边全做了 会不会累死 那每次少买一点 买一点做一点好不好 还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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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感谢观看